《扶貧治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國事同學會 我是節目主持阿昌 楊繼昌 今天有兩位嘉賓 有看過節目的都認識 阿楊和Victor 這個組合我們今次是第一次 經過我們上星期六四特別版之後 又回復一個這樣的狀態 說少少六四的事情 我近來回看金融 六四那一晚我自己以為去桃花島 在黃若思堡的陣子 五行八卦陣 鬥完九萬多年 好像進了白鎮圖 才能進去 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這些小動作或者這些 你做來為什麼呢 想刺激更加多的人 下年去嘛 用心良苦的 除非曾偉紅心在曹營 身在漢 去年就搶民主女神像強搶民女 今年就打自己人為製造打蛇餅 你容易很明顯 的確是 所以蠻曲線 曲線 真的蠻曲線 但我看到人數的確是多 但我感覺上就是 真的有很多內地的人 但內地的人就 並不是我們想像中很熱淚盈康那隻 或者來到香港感受自由氣氛 反而就好像我們上一集 特別版我們討論六四晚會的意義 就變成好像內地遊客 看搶包山 大坑舞火龍 不過 無論如何都好 始終他們來觀摩也是一件好事 但今天其實我們想說一些 國事一點的事情 因為如果大家看回 這個禮拜內地 如果說內地的新聞 除了剛剛 湖北又有爆些 就是 不知是否和流亡法有關 那些鄉親有起義之外 另外其實一個比較 騙及全國的問題 就是 旱災 如果我們設計這個節目的時候 今集的時候 我們想說中國的旱情 但現在呢 題目就不太對 因為旱情間又轉了 180度變成水災 旱災 真是糟糕 是啊 就是水旱交侵 所以其實 中國人說風調與順 的確是很重要的 你風調與順 又有說風 又有說水 那你最重要是理順 是吧 你一定要自然環境去理順 你不可以人為亂禁去搞 但這個就是 如果說人為亂禁去搞 都不出於 如果近這二千年來 都不出於 共產黨這五十年 搞法由當年 大躍進開山造田 到起三峽大巴 因為我 我的其實比較 radical 我基本上 我覺得對於環保的態度 就是 我覺得人類就是地球的癌細胞 對於地球健康上 人類應該死掉了 退而求其 如果我們不想死的話 其實 就是 一個 從一個 左派的觀點或者角度 你 再加上環保上面的 想法就是 其實你城市本身 這個東西 就是你發展你城市上來 已經是一個很龐大的消費體系 是的 就是無論你要 運水進去 你要運糧食進去 你要起道路 基本上你城市就是消費 就是 如果你 一個消費很大的系統 所以 你城市存在本身就是 環境造成很大的傷害 對 就像一個腫瘤 就像這個人體 岩細胞的腫瘤一樣 對 不斷地吸引氧化 所以 但是而且中國 你看大家知道 自從我們 鄧小平徒志所說的 發展就是硬道理 你這樣發展 你 就是 我們見到趨勢 仍然都是 近期的趨勢仍然都是靠 所以 其實我們中國的問題 都是土地的問題 土地的問題 其實都是收地 收地為了什麼 都是城市發展 其實這樣搞下去的話 中國的天然資源 應該都空多吉少 已經沒什麼剩下多少 地大密博 地仍然是這麼大 人仍然是十幾億這麼多 是不是密博呢 人均一脫下去 很低 好像說中國GDP 這個世界是第二 已經 趕緊尾 已經有一組 超英超日 一脫下去 大概 2009年的數字 排下去 是第99位 所以 尤其是 我上網 就找不到一些資料 因為我聽的人說過 現在有人提議 遲一陣子有人提議 因為旱災的問題 就炸了三峽大壩 但我上網 不知道我是搜索的 題目不對 還是迅速被人和諧了 我就找不到相關的資料 但是旱災 其實跟三峽大壩 是不是有關係呢 當年我們反對三峽大壩 除了拆遷的問題 說浸了一些古蹟 說對環境的傷害 我們中華白海田 中華白海田 香港的 長江有疾海田 江田 中華沉 中華沉 中華沉和江田 總之都是稀有物種 全都被拒絕了 我們反對這個角度 但是 唯一的可取之處 就是可以控制 百年 原本就是萬年一遇洪水 然後過了幾年 我看《人民日報》的報道 好像就變成千年 千兩月 變成百年一月 然後就說 不要期望那麼多 就算連一遇洪水也算 反過來 搞到現在連下游 連旱災都出來了 究竟這件事如何處理呢 其實旱災去到這麼嚴重 因為長江本身的水系 跟黃河不同 南方的水系 其實水很充足 為什麼中下游 突然間 雨斷流 沿個湖底 洞庭湖 我們所說的五湖 洞庭湖 旁洋湖 乾到建曬體 你這樣上面一截水 只要你稍微下雨 那裡 雨水少一些 稍微乾乾一點 下面就全部變成草原 但是我的疑問 既然他看到長江下游 那麼乾乾 為何他不開水 即水閘可以開了之後 放水下來 他又放水 但是上面小雨 上面又要各自 上面的省份 要顧著自己 那個水源 等於現在 他在雲南那些 建水壩 折到 煤公河下 下游那些 都已經 那個水都是呱呱吵 很多時候 其實他現在 這幾年 我們叫霸權主義 即水壩 那些 上游那些 很多的省份 亂折水 下游很多地方 他都是自己內部 國內的那些 省份 魚縣 自己欠水 那你還說什麼南水北調呢 那你調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水空可以調 有什麼水空可以調 最過癮 那時候 長江說要上馬的時候 不斷說有了大伯就可以調 這個水空 水不用再怕他帶水 亦都不用再怕他有空 有空就放水下去 有紅裝就截水 一定盧永的沒事 結果現在 空完之後 馬上來個大紅 全部打了水 那些東西和氣候變化 會不會都有些相關的因素 氣候變化一定有因素 但是你如果人為 加上人為的手一插下去 你就會惡化這個因素 其實中國歷史上 你講的 如果看回歷史 偏年史 那樣記載下去 其實水災和旱災 一向都在中國歷史上交替出現 因為你要 我們看回地理環境 兩團的季後風撞在一起 而撞得正確的時間 才能夠適量地 那年風條雨順 下的雨夠 又不會下得太多 所以這個機會其實很微 所以正常的 如果每年有些旱災 或者每年有些 或者過多的雨量 但是好像今年這樣 兩下反高潮 旱災完之後又洪水 的確這幾年 那個氣候轉變 其實大家都在說 那時候 由這個 郭本哈根會議 到墨西哥會議 其實整個人類的集體 已經去到一個很關鍵的地步 對於氣候來說 但大家都仍然是 顧著自己的利益 所以 其實 連中國內地 剛才 楊嫂說你的問題 各個省份 在一黨專政 統一的環境之下 都不能夠 調節到資源 何況全世界呢 所以 不知道香港絕望 其實地球也絕望 你問我 你說為自己利益 現在中國這樣亂起水壩 搞這些水壩權主義 我不知道對中國 有什麼利益 至於剛才阿昌 你說的水行交通 主要是華北 黃河和淮河流 比較多 長江相對來說 有很多 即是長江應該是多水很多 它水量是大 它世界第三大河 中國第一大河 亦都是比較穩定 又不像長黃河 又是黃土高原充積 那些大量泥土 但是長江應該是好很多 為什麼現在搞成這樣 九八年大洪 九八年大洪水 接著江澤民那些 戰勝洪水 改放軍人浴長城擋洪水 然後戰勝洪水 接著現在來 起了大霸 應該不會有洪水 又不會有汗 結果不知道佔些什麼 找溫家寶去佔天鬥地 又哭苦哭忽 有什麼用呢 真是中華民族 真是很可憐 我經常都覺得 長江這個大霸 是世界上最大的霸 亦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墓碑 長江的墓碑 未必是中華民族的墓碑 因為中國人口實在太多 死了一半都還有幾億 仍然是世界第一 但肯定是長江的墓碑 我不知道哪個口水 我忘記哪裏聽他們的說法 就是說 我們那時候 去到台灣官選 應該是2008年的時候 我學軍的時候 第一次學唱了鄧麗君的首歌 叫中華民國中 是 就是中華民國中 鵰和我長江水不斷 中華民國就千秋萬世 現在大問題 長江已經斷了 中華民國就名存實亡 80年代 將中華民國中 要打入大陸市場 將中華民國中 變成中華民族 還死 中華民族 看到兩條河都斷了 你們在詛咒中華民族 因為其實 大陸的環保政策 這幾年好像有些氣息 因為我有個朋友 他在英國做一些氣象的研究 當然關乎氣象的研究 很多時候是關乎一些政府 對於氣象應變的措施 詳細的 我不是太了解 但是 總之 根據他的說法 就是說其實 在中國近年來 的確 引入了很多國際性的指標 關於環保 或者應對氣象上的一些 先進國家的大方向 這些香港是相對很落後的 所以香港 去年 邱騰華也有一個 諮詢文件出來 就說 應對這個 氣候的轉變有些什麼 就是說香港 不是想像中大家 那麼安全 除了有利是力場保護之外 其實 其實 例如香港 都可能會有 在未來的 二三十年 這段的時間 都可能會面對 除了 極端的天氣 都可能甚至是 香港沒有遇過的事情 例如 可能是嚴寒 可能是 地震 甚至這些 都是因為氣候變化 有機會令到香港發生 但香港是沒有這些 很前瞻性的 政策去做 反而 反而大陸 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放了這些 東西進去 相關的 政策 甚至法規 當然 下一步就是怎樣執行 但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從來不執行 這些東西是 下了低草之後 這是另一個問題 至少官方裡面 好像有些人 對於這些東西 是有些 前瞻性的看法 沒辦法 因為中國是多災多難之國 連年都水航 其實你廣土還聞 的話 你一定是 很嚴重的 就算廣土 好像澳洲 美國 都沒有中國這麼大災 你和俄羅斯 都沒有中國這麼大災 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高 環境壓力大 而香港真的 這幾十年來 香港真的沒有什麼 特別大的天災 除了沙士 疫症死了299人之外 你相比於中國 真是小無見譚 所以其實香港是有少少麻痺 無論觀 我記得之前 Facebook流傳過 之前香港 曾經發生過一次 二點幾顆地震 然後人們就查 天文台有什麼應對措施 然後人們一查 香港應對 應該是核災難的指引 就發覺 只有一句 就是留意最新的公佈 是 所以 其實香港 我覺得長遠來說 你怎樣都要 我們的立法會議員 也好 政府的官員也好 不過只要他們都是浪費 說到尾都是轉行的 不過如果理論上 理論上這樣說 有一個 有一個全盤的 是應對極端天氣 或者極端的情況之下 一些新的 即是 即是 例如你如果有一次濟水 你應該怎樣做呢 或者突然之間有大洪水 你應該怎樣做呢 是否應該做一些演習 例如大阿灣十年 就知道現在是演習一次 會否其他事情 其實都應該要做 因為這些 其實 你說 極端的天氣 最極端的天氣 通常就是 香港最嚴重的地方 就是暴雨 或者是 以大氣泉 上一次都已經試過 即是去年 應該去年還是前年的事 即是突然之間 山紅湧下來 前年 大澳那裏 是 大嶼山 是 陸路交通斷絕了 很多 其實這些 即是 香港的確第一 沒有什麼危機儀式 第二 就是管理天然資源方面 即是香港雖然很少天然資源 可以管理 但例如說 當然 去到這些 我的意思是 去到這些極端的情況 我們基本的供給 是怎樣處理 即是 例如供水 你水塘 其實現在水流 都是我們來買的 我們都在船上探水湖 然後 看看獅子座流星雨 即是 即是 水塘都沒有了水塘 但如果我們說 剛才我們說 國內已經 水漢的時候 你東江水 例如東江水 大家都不是很 很樂觀 但我感覺現在大多數 香港人都覺得 是千秋萬世 直到永遠 很樂觀 現在有些學者 所謂經濟學者 我不說哪位 還有一些商界人士 取消了香港的郊野公園 填平水塘 有些人這樣說 用來建房子 被人去行山交野 玩樂沒什麼用 建房子被人住 更好 我覺得真是大件事 如果你連香港那些 水塘都沒有了 我們基本的儲水 都沒有了的時候 一旦天氣大旱 誰給我們 然後就說 阿爺不會看我們死的 大佬 是不是自小的敗家 做成這樣 都看著 上面一定會公開 即使阿爺會繼續支持你 但他可能也支持不到你 他也沒有水 因為自己也沒有水 其實現在東江水 是給你多了 所以這是一個錢的問題 有錢也沒有水 2009年澳門那一刻 是一個很大的 鹹水渡灌 2009年是珠江 珠江流域 包括西江和東江 珠江流域 2009年最後一個季度 是大汗 西江流域供水給澳門的時候 都出現緊張 這個對香港已經是一個警號 這個時候是沒有理由 再在那裡 就想找錯釣魚船 第二就是 其實 水務 的確是應該公營 但公營有一個弊病 就像香港那樣 我不記得看 鏗槍站那一個節目 其實現在 水務處 管理之下 香港的 食水 其實是 每年不知漏了多少億 即以水費來計 有幾億元 純粹是滴水 水喉漏水 就是漏了 還有水自然的分配 例如我們行郊的公園 有些水管 山場水營 駁到深山那些村 不知道是否發縮那些秘密基地 例如荔枝磊 都荒廢了 那些地方 還能出水 但 山場水營 駁到水管 這些是否必須呢 其實 如果我們自己香港人 省一點 可能 已經有這個意識 其實香港很多事情 都是做得到 但是沒有人去做的 例如說 垃圾分類 如果你強迫 你公公 垃圾分類 其實香港人的意識 是很高的 你要分類 不是太難的 但例如我在街上 想 有個飲完之氣水 找一個膠瓶 找一個分類 去扔 都找不到 走幾個街口 找到三式膠瓶 但你揭開過來看 裡面都是垃圾 你扔下去 也沒有特別的意義 你剛才說 是公營 水的公營 我覺得 無論如何 百分之百 一定要堅持公營 因為 大概有四成多 是郊野公園 和水塘的土地 是一個整體的 你沒有了郊野公園 沒有了花草樹 沒有了整個生態 它那個蓄水 雜水 引水 還是保護水塘 那些水 是做不到的 這個不是 純粹注入水塘 那麼簡單 它一定是連著 天然山坑 連著人工引水道 是整個環境 才可以令到 蓄水 我們可以看到 英國人當年 建設水塘 那種深思 那種細念 至於你說公營 你的水管漏水 你可以想辦法 去搞好它 你如果找私人 去把水務私人去搞 他們分分鐘 就在水塘附近 起樓 然後又賺大 好像領匯一樣 公共屋村的管理不好 私有化 將領匯上市 就行 結果大家看到什麼 效果 就是令到 基層公屋那些租戶 沒有飯好吃 沒有訂經營 沒有飯好吃 這個是一個很巨大 假訓 如果食水出問題 香港會發生很多很嚴重的事 我們是完全估計 但是大家都 香港人實在太善良 都逆來順受 你說在領匯 我記得有一集 《窮庫庸大作戰》 有個阿太 闊太 走進去天水圍買毛巾 為什麼天水圍有天光虛 就是說 天水圍的領匯介紹的租 特別貴 然後你訪問其他家庭 就說要特地去元朗買菜 然後記者 拿機拍攝的時候 領匯一些人 跟你去趙聯海樓下的文館 城館 那些領匯一模一樣 用手遮蓋你的市民機 那隻手是我們感覺到 在大陸或者專制的國家 那隻手在市民機面前出現 但竟然在領匯商場 天水圍出現 這件事是非常似乎的一件事 但是香港到現在 大家看完之後 噢 這個就是我自己想像得到 如果將香港的水務私營化 你會突然間在水塘旁邊 見到一間別墅 然後剩了一個豪宅 然後別墅的污水 排入水塘 別墅裡面的人 一來喝蒸漏 就是有錢的 他自己入口蒸漏水 他自己用蒸漏水洗衣服 可以的 有 有人是這樣做的 絕對可以的 所以這個絕對是大問題 你不要小看 香港現在的最高儲水量 17個水塘最高儲商量 5.86億立方米 現在香港的八成是來自用水 來自公江水 有兩成是來自自己 天然收窄的雨水 不要小看這兩成 一旦大旱的時候 一滴都是金鈴 一滴都是金泉 比黃金更加貴重 你看看那兩成還不重要 那些水塘還不重要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些什麼經濟學家 還是那些 所謂商界橋楚 可以想這些建議出來 如果政府跟他這樣做 至香港要死地 你有少許常識都知道 其實全地球的淡水資源是非常之少的 分配非常之不平均 以中國來說 其實除非人均來說 中國平均淡水量 是低於 從國際來說是非常之低的 絕對低 無論耕地 還是淡水分配 全部都是極低的 耕地來說 耕地和水資源絕對緊密關聯 中國是用全世界大約7%的耕地 有一個比例 就是港女 人口的比例 香港是女多男少 人口的比例 你跟其他女生競爭之外 你還要跟機佬競爭 所以資源是越來越少 但是也沒有人去留意 或者提出 珍惜用水這個問題 尤其是國內來說 已經去到一個禁業不進 其實不知水這個資源的問題 即是說 其實所有的能源都是一樣 即是大家已經 即是開始要去思考 其實中內地的人去思考 即是發展就是硬道理 即是為何香港 港珠澳大橋覆核 你在內地的媒體 當然我們不只是計一兩份 即是最感言的兩份 就是南方報業那些系統 其他各個省市 即是比較中庸些的 在內地的報章 都大肆去報道 這個司法覆核 即是說一個阿婆 經過司法的程序 這樣去推翻一個 或是暫緩一個基建 內地的人很羨慕 即是大家其實都有一個意識 即是說 其實我們這樣發展下去 是有問題的 因為當它發展是硬道理的時候 其實中國真的剛剛開始改革開放 所有的條件都是很低 但是去到三十幾年之後 我們見到中國已經去到這個時候 去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它已經去到另一個發展的階段 一定要變的 你當時西方 那時候初初工業革命起的時候 那一樣是很恐怖的 那為什麼發展到現在 在歐洲出現一個福利社會 大家的生活比較好 其實都是每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是爭在我們那個發展階段 是怎樣令到它去得暢順些 還有令到一般平民 那個付出的代價是儘量少些 但是你看回中國的情況 就是政府缺乏人民的監察 政府的官員要靠政職才可以升職 政職通常可能是GDP 或者興建一些基建 或者因為政府收入來源 很多都是靠一些買地 或者興建一些基建 將那些合約外判出去去賺錢 就是你缺乏民眾監察情況之下 其實這些情況不斷會出現 民眾又沒有辦法監察 法制又不健全 而媒體的空間又壓縮得很重要 剛剛有一宗新聞 我昨天看《蘋果》 我不知道 《蘋果》其實 我不是太敢相信《蘋果》 但是他有一宗新聞 我看到有一部子母的 就是說 一個內地的記者 原本就是四年前 報道了山西 哪個官員非法來用公款 建了一些豪華辦公室 被人中海坐牢 坐了四年監 坐了四年監之後 到原本昨天 營滿出獄的時候 然後法院就說 漏判 漏判了兩條罪 不知道是非法什麼什麼 文物罪那些 然後加他十一年監 哇 那就是 那個程度就是 你現在 要是 除非你有 那個機會很大 如果你要去監察他 你做記者 你要去 犧牲你 要是這樣 如果不是的話 大部份的人 不是想監察他 根本就說 我不想監察你 你 有機會 例如我在農村 我給你一些毒水 污水 收地 事略都好 有一天我入到城市 我做了有限階級 或者我進行利益階級的時候 我就還壓制其他人的身分 因為我不需要監督你 最重要是我能夠上位 這就是給我一個 就是 主體的感覺 但是 其實你說 就是 有一些農村的人 打算入到城市 做一個有限階級 就可以壓迫那些 就是 自己農村的人 但是其實 你看回中華的情況就是 其實 政府缺乏監察的受害者 其實變得越來越多 現在 不止農村的人 或者城市的低下階層 甚至連政府部門自己都受害 就是你看到就是 有一些拆遷的個案 就是被拆遷的 原來是政府部門來的 不過這些 一些比較低級的政府部門 就是一些 可能是 不知什麼 文化處 還是怎樣 那些部門 都被人拆遷了 就是 其實 這個問題很嚴重 就是 不只是低下階層 就是受害 如果有這個問題 那也好些 因為 其實就是等於內部的利益分配不平均 就是我們看回整天 研究六四 那時候的歷史 就是說 你官到 你官員到賣 為什麼 那時候會引起這麼大的文訊 就是說 其實是很少數的官員 有到賣的權利 大部分的官都沒有 其實眼紅整件事就是 你說好像現在這樣 葛文輝事件 不是 葛輝事件 葛輝事件 就是民建聯 就插他 是否認識不到職 你促不到約職 所以才找回這件事出來 就是 無告別人 其實很多時候 你有些事情 就是 政府裡面 有些什麼問題都好 的確是 可能有些私人恩怨 或者 我眼紅你 所以我才舉報你 但是我舉報你 不代表那件事實不存在 就算因為這些原因 去引起 或者整件事都好 同樣道理 如果好像你的說法 真的裡面 真的分裝不暈 我又期望 真的會有這樣的出現的時候 可能會有來一次運動 因為 有一些 因為我在社運界 跟一些很相信 馬克思主義 或者左派理論的朋友 就是說革命的成功 其實 就是需要一個 新能力 當革命運動的時候 除了政權以外 一定有相對上 另外一個權力核心 這個權力核心 其實某程度上 需要政府的體系 裡面有些人 賭歌出來 例如 為什麼現在 利比亞可以 變成一個 內戰拉居的局面 都是一些政府的人 他自己 賭歌 賭歌 令到 有雙重的權力核心 要支援革命派的行動 一個 很實在的革命行動 才可以有機會成功 同樣道理 就是 你怎樣 令到 如果是 官府內部 有一個分裂 現在不知道 可能在分裂 也不知道 現在消息滿天飛 為什麼香港特首 跑馬仔 完全搞不定 就是因為 內地都搞不定 現在 兩個月前 人們都跟我說 這個 人大 政協 那些 夫子 不要說出去 那兩個字 全世界都知道 大家不介意說 習近平接不到班 究竟 現在 裡面 怎樣算 我想起 當年 林彪事件 突然間 那些 幹部 被人召開會 回來 開工時 別說 他跟自己的老婆說 然後 那些女人 就周圍傳 我周圍發 我老公這樣說 林彪出事 大家不要說 結果 那些師奶 全世界都知道 然後 就要找他們 那些老公 回去照片 誰通這些 其實就是 全部都通了 其實現在 我們正在做這樣 不過其實 你說剛才那個 利益集團 我們看到 長江大霸起的時候 我們看回他背景 很多都是水利部門 或者是 李鵬呢 是的 他當時做總理 他是領導 李鵬也是搞水利 搞水利 工程師治國 其實 工程師不是不好 但當你形成了另一個 集團的時候 包括發電 水利 以及相關的 港斤水泥 那些 那些 利益千絲萬縷的時候 當他那個派系 那一下 得勢的時候 就會 起到這樣的意見出來 但起完之後 發覺 胡溫等等 都好像 不是那麼想沾上哪 不是那麼關我事 我記得 全國人大 去投票 去決定 起不起 三六大霸 其實 三分之一 的票數 好像是反對 好像是力量失敗 很多 很多 相對於大家 平時的幾條戲 那些 他其實爭論了幾十年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 都已經有這個爭論 但是 六四之後 很多民間一些反對 或者應該 比較合理地去研究的聲音 被強硬抑制了下來 所以我們叫公審利鵬 其實就不只是說 六四 可能這個比六四更加嚴重 這個口誤更加大 這個不是六五六四的問題 這個真的影響了中華民族的生存 那個前景的問題 是很大件事 現在 馬上有二眼步 但最慘的是 暴影下去的無辜的百姓 而且你起了這樣的大壩 我剛剛想起的 我以前中學時讀的地理科 通常起大壩有一個 不可避免的問題 就是它的淤積問題 就是你起了大壩之後 你上游沖泥土 就會淤積在大壩的前面的位置 如果它淤積得越來越多 你的大壩的作用就越來越小 它蓄水越來越少 那你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你的淤積又不行 而且最慘的是 這個不是你現在長江 你起之前你知道的 以前已經有 所有大壩都出現 是的 以前那些大壩很出名 埃及阿斯旺水壩 這些已經出現了 那時候它的上游 是在蘇丹那裏 一直流入埃及 它在阿斯旺地方 一起了大壩 以前尼諾河 尼諾河有季節性反濫 反濫完之後 水退兩岸就變成肥沃的土地 然後就在那裏種植 農業很發達 就製造到埃及文明 這個其實是中一學生都懂的 是 死大文明 都在河流旁 你起大壩那班人不會不知道呢 好 跟著 埃及阿穆巴拉克 那時候跟蘇丹又過不去 雖然大家都阿拉伯國家 蘇丹曾經說 移動你的巴拉克 阿穆巴拉克說 移動我的巴拉克 我就堅決反擊 結果也不敢炸 但你看長江大白世界上 最大的那座墓碑 185米高 蓄水道175米 只不過一堆重磅炸藥 就隨時可以炸倒你的 只要你炸穿少少 它的水只要在裂縫那裏 一穿出去 你隨時整個霸道崩潰 你不要說不會 日本的九級地震 一個沖口一沖 這樣 有什麼事情會發生不到 一個這麼大的目標 就是如果人家要攻擊你 你不要說恐怖分子 你說敵國 一個導彈炸下去 我的舊地圖射歪了 那行不行 那時候是藍寺賴 如果中國打台灣的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炸香港 然後炸上海 我不知道第三步是否炸大坡 炸坡是一個很容易瞄準的目標 太大 太大 動不了 還有你怎麼防守 還有你那個造成的打擊後果是很厲害的 你想想長江大坡一炸下去 你看中下油會變成一個明明的地方 那時候長沙會戰都試過炸 炸了長沙大坡去掩護日軍 但問題就是 未掩護日軍 然後國軍都退不去 就掩護自己的人 那個好像炸黃河決堤那裏 長沙大戰是火燒長沙 那時候張志忠 這個省主席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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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慘很慘 所以其實水利水利到底是水利還是水害呢 我覺得有時候水害比水利多 你最諷刺的就是 你中國是一個這麼富有經驗 治水的國家 你第一個人大禹治水 到現在 都是疏通河 刀江演已經有個例子在擺 幾百年還在用 兩千多年了 他秦統一之前是李兵父子 是兩千多年了 已經入了世界文化為產 而一個這麼優秀 治水的傳統 黃河也改了幾十次 但你今天都可以做出這種事 他驚航大運河 雖然開作時死了很多人 但他都以疏盡為主 將河道連接為主 無理由無緣無緣無緣去塞住河道 真是很麻煩 這個不是水利專家才說得到 我們普通常識都想到 但發電的問題 其實所有東西騰能掛 都是能源的問題 你要發展 你就要不斷開採 說起發電是極鬼死 那時有些電力專家 他說我們不用一個大壩來發電 我們只要在沿江 在一些適當水力沖積的地方 是一些小型發電站 我們用的錢更加少 受影響的地方更少 而經濟效益更大 結果被封殺 真是完全至中華民族的生死於不顧 真是可憐 這些都是文革的唯獨 即是我們不要說文革 去到大躍進的時候 你大躍進搞衛星田 那時候 我看金庸 看陸鼎記 陸鼎記後面有負責 金庸寫上康熙的奏折 是說 康熙在巡視江南的時候 去吩咐一些官員 那時候沒有水稻集交 但是都是說一些稻米的新種植方法 就是在江南不知哪個位 開剔幾個稻田 慢慢試 試完之後這個品種 看來是比較內寒 或者產量增加 才推廣其他地方一步一步 推廣其他地方去做 那時候清朝 十五世紀十六世紀的時候 你都有這樣的科學的精神 但是你去到共產黨的時候 這五十年來 是沒有了 大躍進的時候 搞衛星田 然後你跟起大爆的邏輯都一樣 是沒有了 就是你用一個 就是這個發言 這個就是一個文明衝突 又有一個觀點 就是當一個無神論的政權上台的時候 你覺得人定勝天的時候 對人定勝天 這個去到哲學的層次 就是說他根本就不會 反而你沒有一個 就是大自然有那種順位 是敬畏的心情 現在就糟糕了 糟糕了 好像你說長江為何會帶水 長江中下游那些大型湖泊 我們說五湖四海 什麼紅湖 薄浦 洋湖 洞庭湖 有什麼作用 為什麼他在中下游的時候 要這麼多湖泊 大自然就是要把湖泊 調節它的水 等它有一個大水管來的時候 它的大水盆折住你的水 那下游那些就不會受到太過大 猛力的沖拆 又有水 又有灌溉 又有灌溉 又有促進灌溉 又有養魚 還可以種不同的農作 又可以有這個大自然 眾學生都懂得念 讀個中四桌架 不用桌架 讀范仲淹 惡陽樓姬 如官府 巴寧聖狀 再洞庭一湖 咸遠山吞長江 浩浩雙雙 整條長江被洞庭一吞 大家不用怕水浸 吞了長江 大躍進的時候 長江這幾十年 搞到那個洞庭湖 沒有幾成的免證 有幾張照片 在Google map 有人抽出來 對比起來 真的很震驚 很恐怖 灰灰蒙蒙 原本是藍色的水 那些表皮的特徵 就是衛星影 這幾年全部都沒有了 洞庭湖小了很多 洞庭的速水能力弱了 它減少的時候 水便容易蒸發 但是一大水的時候 它的速水能力 和調節水的能力 就弱了 湖底的泥土硬化了 它的速水能力小了很多 這個真本是 中小學生都懂的常識 大佬 不需要什麼水利專家 所以我覺得 我們前幾集都一直留意國內的情況 例如 內蒙有事件發生 然後又有罕災和水災和洪水 其實我們一定這樣 不要說一個客觀的分析 其實是一個主觀的願望 都覺得好像大事發生 會難 因為你影響糧價 現在無論是旱災 就加上洪水 你影響糧價 今年通脹已經爆發聲 你說通脹 其實我覺得香港的通脹很厲害 在2004年的時候 我搬家 我現在有搬家 2004年的時候 買同一款梳化床 買500元 然後我現在要再搬家 我想買同一款梳化床 那張床是要850元的 通常是七成的 其實很多東西 不止七成 不止 基本糧食 我想有些去到百分之 一百以上 我看過節目說 麵包的麵粉 麵粉增加了幾成 但有一些材料 好像牛油 多過一半 雞蛋 我聽過做飲食的朋友說 其實麵包的價格 我出去買麵包 可能加了兩三十個百分之 其實反映不到它的成本 反映不到 雞蛋 麵粉 基本糧食 現在中國 長江中下游 其實都是農業 本來中下游 平原是農業大產區 你看這樣 魚都沒有了 蟹都沒有 大閘蟹都沒有 還有就是 我看 不知 這個節目說 高糧酒的價格 又升了幾倍 一來就是 你本身高糧的 原材料 又貴了 不知為何 那些人又用來炒賣 所以 其實 我們知道 我們前幾集說 阿拉伯那邊 革命 特尼斯 埃及 其實其中一個主要因素 不是要求民主 像新的問題 就是糧食加價暴漲 那個問題 所以 會不會 我們面臨過一個 起事之前的局面 你繼續搞一搞下去 如果再這樣惡化下去 分分鐘有機會 分分鐘有機會 你看人家的人口已經不算特別大 但中國 十三億人口 是不是 你哪一個國家可以供應到中國的糧食 如果你是繼續這樣惡化下去的時候 你的耕地已經是越來越小 現在死守住那條紅線 不可以再減少了 再減少不可以 水又不斷污染 泥土也是 水土又不斷流失 再加上你這個人為 連氣候轉變的那種水行交叉 分分鐘 你可以怎樣 真是 現在周圍到 蓋水壩也好 蓋屋也好 炒到屋這麼貴 到時真的拿磚頭來 吞入土 你根本 你弄了這麼久 是三農問題 到現在 都一直一點起息都沒有 你說的 其實你 綜合你中國的農業 那個特質 很難去到美國那種 很大農場 就是 粗方式去經營 很難 因為你始終 你的土地 不夠人家 那麼大 那麼便宜 所以你這麼多地 你都耕不到 其實你不會很有效率 你會很快地用到地去做 例如你始終你去內地 經過一些公路 其實還有一些開山種田的感覺 純粹這張桌 這麼大的一個範圍 都種了幾棵菜 你其實很浪勞動力 只是一樣東西在那裡 但仍然 我們見到現在 農地反而越來越少 你不斷收地 摘基地不斷被你收 所以 你說 所以 這個客觀分析 很主觀圓忘套 很大鑊 這個大鑊 我覺得千萬不要想著 找錯釣魚船 以為中國的糧食和食水 可以源源不絕供應香港 香港要想一想 保護自己的水 甚至想辦法振興自己的農業 這個民建聯的黃蓉根 他街板也這樣說 這個我都有點贊成 因為回歸之後 香港就已經斷了第一產業 我們不分黨派 對的就應該支持 大嶼山的收留院 就是養一隻牛 開發十字牌牛奶 其實長江斷水 唯一一個好處 我想了整集 現在想了整個鐘頭節目 我只想到一件事 就是前塘江大潮 不會捲走人 只有兩滴水 捲不起來 現在高潮也沒有 香港要想回海水化碳 海水化碳 以前做過 但現在有成本 現在有新的技術 現在2007年 他有計劃去做海水 有報告出來說可行 但現在不知如何沒有了 這些關於香港 甚至內地的資源問題 我們再找一集 請專家來探討 今集我們先說到主要 多謝大家收看 國市同學會 下一集再見 iRead iRead 是甚麼呢?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博物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Read 請問一流 請問一流 為一流 嗎? 可以沒事 我們請問一下 每次會 後一流 不確定 我可以 我樂 九零 七 9 10